Hello,大家好,我是惠惠,刚才买了一点鸡翅 今天用它做一个好吃的,不炸不红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倒入一点淀粉 用手给它抓一下 这样可以快速去除表面的脏东西 倒入清水,多洗两遍 在鸡翅的两面各划上两刀 这样鸡翅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入味 鸡翅切好一定要再清洗一下 这是一斤的鸡翅 倒入35颗的C2凉烤料 用手抓拌均匀 做给它按摩一会儿 把它按摩舒服了,这个肉肉才会好吃 再加一点食用油 腌制20分钟以上,一个小时左右最好 把腌好的鸡翅放入烤盘里 烤箱提前预热 把鸡翅放入中层 上下碗220度烤20分钟 中间给它翻个面 时间到了把它取出来 把鸡翅放入中层 把鸡翅放入一层白芝麻 装盘 我们的烤鸡翅就做好了 这样的做色子金黄诱人 外脚里嫩 特别的好吃 我来试一下 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们就试一下吧 喜欢惠惠的视频请点击关注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